Hello 大家好 我是猪猪 欢迎光临我的命连频道 又到了我们每期的案例分享时间 今天我要讲的是一个在香港的纸醉精迷的金融界 跟富人打交到了数十年 但是已经心里非常疲倦 非常讨厌这种行业氛围 想远离钱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很有意思 好 待会儿来讲 开始之前首先follow一下上一期 我们讲过丑微虚的行客之后 我收到了不少的反馈 大家都有按照我视频里面讲这个知识点 把盘里面丑微虚这三个字都拉出来 看看到底是哪个字它最适单离博 这几个字分别为是木库 虚的话是火土库 还有丑的话是金库 看看这里面这几个五行能量 哪个最受损 最被行客严重 这样的话你这个相对应到的人生的事情方面 你确实就需要面对这个主意 所谓虚和银丝生行客都是一辈子的 递之的行 它都是一种心要作怪 心理折磨 所以你要看看你对应到的人生方向 哪个是你人生最大的功课 要准备好一辈子跟他 这个做斗争的准备 他不是说诅咒你都很倒霉 而是你既然这是一辈子的事情 你就必须要趁早的去面对他 去规划他 然后并且用一样的方法去疏解他 去解决他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啊 我们第十二个地址都会参与行客的 丑位虚和银丝生的是三行 那子卯也有行啊 陈啊亥啊武啊 这些都是会参与到自行的 所以都大家都有一点那种 自己心要作怪的感觉啊 这个我们一起加油去面对自己嘛 自己跟自己交交的感觉 好 那我们来讲讲今天这个案例哈 它是看看八字哈 以丑年 丙续月 丙续日 然后戊续时程的 OK 这个盘呢 你看过去就是完全没有财心 发现了吗 虚热的丙火 这是深秋季节的一个太阳 这个时候的盘里的土又那么重 就是我们之前也讲过 叫大山遮日的这种感觉 丙火盘哈 你们 我是不是以前的说过 非常希望你们 就是 现在是光照万物 照在江河湖海上 照在森林里面都没有问题 尤其是照在江河湖海上 有一种日照江河的澎湃感 是非常壮美的景象 而相对不喜欢的就是土太多 它这个盘严格来讲就是土太多了 你数出来有四个 而且那个时程是雾须时程呢 就是一柱强土再十柱 就是天干地支的出现 那真的就像一个大山了 所以它的八字就是火 然后在深秋季节 本来就不是很强了 还有一堆山挡着 所幸呢 它天干还是有 以木跟丙火这样的东西支撑它 所以其实 我觉得火源还存在 还有就是火势的话 现在不是很强 但是也不是极弱极弱 是一个身偏弱的这样一个盘 身偏弱的话 它的盘很明显啊 需要把火能量加起来 那我们就是要多加木 木既可以克土 对不对 然后又可以去生这个丙火 所以感觉在这个大山上 种很多的森林树木 然后把这个土刻一刻 同时这个森林树木 可能也可以引发一些大火能源 这样子 这个是最好的 那其次就是火能量来也非常好呀 对吧 让这个多来点丙火 丁火什么 把火势望起来都是非常好 所以是洗木火的 那么喜用神拉出来之后 他其实这个人非常的文艺 他跟我写了一封非常长的人生故事 我都不觉得像是人生故事 我觉得像是网络小说 他的文笔很好 就是他的从小 然后到他到了这个香港 他其实我觉得我认知里面 我一个金融外行人 我认识里面的金融的几大巨头 好像都去过了 什么摩根斯坦利 还有他说的世界宇宙银行 还有RBC RBC不是我们加拿大的银行吗 是不是也会有什么香港的分布 什么摩根斯坦利 什么浙纳什么之类的 他都去混迹过 那他也说了 他抓出来的关键流年 就是201314 特别是2014年那一年 他是一个甲午年 盘里的木火能量特别特别的重 然后呢 他这一个什么没有什么背景 也没出过国什么浙纳的 在201314 2013年也很好 鬼四年 那是一个炳火得路的年份 就是感觉弟弟里面 也出现了火能量 把他拱得很高 所以在那两年 他遇到了大贵人 是不是 对对对贵人 贵人他说很神奇的 在竞争非常激烈的美投行 美资投行活了下来 然后还年薪百万 什么这拉那的 很很好 祝贺你 但是呢 他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已经什么金融间的 几个巨头都混过了 他大巴子不洗精水 过去这几年 192021 这些都是精水年 当然行业也不好 再加上疫情 香港你们辛苦了 就是有很多的重创 所以他其实也比较辛苦 但这都不是他的点 他知道 他的点还是在于 他压根就不喜欢金融界 他虽然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为了钱 为了什么稳定度 什么身份之类的 一直在这里面 努努力力的打拼 但他仍然不喜欢 好 这个盘怎么会这样呢 那当然会这样 我来看一看 他这个盘圆盘呢 根本就没有彩星的 他也不洗彩星 他的盘喜欢的是什么呢 木火能量 分别是硬性 还有就是他的 比肩结彩能量 硬性能量 是一个人去爱自己 去为自己充实 而不断地去学习 去吸收知识 这样让自己的意识 更壮大的一种 学习性能量 而比肩能量 也就是火 它是一种 更直观的 一种自我意识 就自己的目标感 是否明确 自己的个人风格 是否明确 是否自洽 自己的思维惯性 是否强大 比肩越强的人 我以上说的 这四个问题 全部打勾弓 思维惯性很强大 自我意识很强 自己的风格很明确 并且他比较 自洽于自己的风格 比较不容易 被其他人带节奏 而他的盘的话 就是洗这两个能量 那什么意思 那这个人生建议就是 当然就是要 不断地充实自己 把自己的个人目标 意识变得更强大 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并且用自己的节奏 坚定地去做 自己喜欢的 这个事情 是他应该走的人生目标 这不是鸡汤啊 八字如果不洗硬笔的人 我会反着说的 就是你们不要 有太强的自我意识 人生多转几个 玩儿多做一些尝试 这种话 我天然在跟人说 跟身强的人说 那他盘是深弱的嘛 对不对 他就是要把自己的 这个不要带节奏 不要因为现在 这个什么 大家都说香港好 去香港 大家都说加拿大好 去加拿大 大家都觉得计算机行业好 那我就计算机 大家都觉得 有钱财重要 我去赚钱 这个都叫被社会带节奏 深弱的人 请你们不要被带节奏 真的要加油 那再来的话 他盘就没有财心啊 对不对 没有出现金嘛 他地质隐隐的 有一些 不够强 而且他也八字深弱 又不再洗财心了 所以什么叫八字 没有财心 也不再洗财心 就是这样 就是你如果是在金融界 这种特别跟钱打交道的地方混 不是混不下来 我见过很多八字 完全无财心的投资经理啊 或者是会计 你们都可以做很好 但你们都把这个东西 再当成一个游戏在玩 或者就当成一个人生的一个事业 却要去经营 而不是真的 纯对那些钱有兴趣 八字有财心的人 会相对对钱 会更敏感 他就是会围绕 他的行为围绕着钱走的 这个可能性会更大 而八字没有财心的人 他这个追着 就是被钱影响 你自己的人生信念 目标的可能性就很低 这个盘其实财心能量并没有 所以你换句话说 你不是一个很物质现实的人 那这个时候我就看 你喜不喜财心了 如果你喜财心 你就应该成为一个 更物质现实的人 而你完全也不喜财心的情况下 就咱们也不必了 所以其实换句话说 金融这个行业啊 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是你自己做的过程中 你觉得爽 你觉得好像完成了一些 人生的这个意义的所在的话 那是可以的 实现自我价值非常非常的好 但如果只是为了 因为钱年薪高 这个行业其实也留不住你 而相对的 你盘其实是时尚能量非常强的盘 时尚能量是什么 那就是一种很潇洒 要去实现自我价值 不想要受约束的 这样的一种追求 自我实现的自由之心 我可能说的比较快 但是我已经出了那么多期视频了 我觉得你们多多少少了解 新的观众可以多听几遍 或者去看看我之前讲的 什么叫硬心 什么叫笔节 什么叫时尚 她这个妹子的盘 硬心能量比较强 笔节能量比较强 时尚能量尤其强 这三个能量都不是很现实 世俗的人 你当然融入不进香港的 纸醉精明的世界 实际上我觉得不要给香港另标签 我的很多香港客户非常文艺的 你盘里如果是文艺的心 你也可以在香港 香港的那个文化界非常好的 它氛围什么之类的都很好 但是只是可惜你在金融界 你知道吗 你在一个太跟前打招的行业 又在香港这样的一个确实是金融中心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不适合 再加上不适合你当然痛苦 所以我要给你一个非常大胆的建议 听好了 因为你的硬心大运要来了 2023年今年已经来了 你正式会走进20年的木大运 根营大运 新卯大运 哇哦 这两个大运硬心一来什么意思 就是到了你更加想要去充实自己 去吸收让自己的灵魂被滋养到的20年 而且是你的用神 所以这20年 我觉得你应该大胆的 你可以落词了 其实你可以把你的工作 彻底的放在一边 好好去想想 你真的想要学一些什么东西 你真的对什么东西有兴趣 看看行业基因 假天干是吧 连真跟太阳连破五阳 连真心是这个 我们对应到的互联网啊 然后选品筛查 对都没有问题 看你有没有兴趣 但是太阳星很有意思 我觉得太阳星 我再更想说一说 我之前出过一期 你去看一看 太阳星会有这个社会意义 这个传播人人 为我我为人人的这种大人精神 特别重要 你的盘原本就是天良心做命的 杨良昌露的这样一个格局盘 当然要走这个比较好 所以这个就是来了 你做的事情 真的必须要有社会意义才行 你要去想想你喜欢做什么 尤其是一些偏 慈善 偏这个社会学研究 偏包括心理学研究非常好 你盘的八字土能量 特别特别的重啊 土作为时尚的话 当然会对这个心理学 哲学研究会非常有兴趣 所以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学位 你并没有告诉我 但是我觉得 你可以去这方面继续深造 这几年刚好也是木的年份啊 23 24 25 不论是正规的去学个硕士博士或者是学一些系统性的课程 网课什么都好 我觉得你应该停下你的脚步 至少花一部分的时间去充实投资自己 这样的话 你的人生转弯才会有一些基底 你其实现在到现在为止 应该已经积累了一些 不至于就是活不下去了 我觉得你其实真的是可以脱离金融界的 不必在这里面混 你根本跟这个方向不是很大嘎 你的盘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说嘛20年的应运 你要去干嘛 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去转一个偏文艺一点的 或者偏社会大爱 有社会性质的学科专业领域啊 去深造会比较好 其实你的盘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做慈善的盘 包括做老师也行啊 就是教书育人 这些都是有社会大爱跟意义的事情都非常好 好好去想一想吧 难得我会看到一个盘里啊 完全没有财心也不喜财心的 我其实我就特别开心啊 我就是非常想鼓励你 因为这个世界上当然赚钱非常光荣 但是总有一些人盘里是不喜财心的 就比如说你我这种人 那钱够就行了 我们一定要去找一点别的事情 去发挥我们自己真正的自我价值 加油加油 好的 OK 有没有其他的八字没有财心也不喜财心的 我们可以非常大胆的啊 非常认真的去脱离这些比较世俗的世界 因为你在真的找到自己初心和passion之后 你的这些物质基础 也会随之作为一个美丽的副作用而来的 谁说做慈善赚不到钱的 谁说当这个一个为人民公仆 或者是为人民服务的人赚不到钱的 不是的 行行都有钱可以赚 但是不喜财心的人 千万不要因为钱去做什么事情 OK 好的 这期就到这里了 下期见 拜拜